吉林大学科研团队近期通过对长尔5号采集回来的月球土壤样品进行观察分析 首次发现了月球天然形成的少层石墨烯 科研专家就表示科研成果支持了月球有寒碳这样一个观点 也为月球的原锐资源的利用提供了重要发现 参与之项研究的张伟教授向凤凰记者介绍 与以往对于月球土壤样本的研究重点多在于对矿物种类的解析方面不同 这次将研究重点聚焦在碳元素方面 通过观测月球的全球碳离子通量 科研人员认为月球上存在原生碳 利用月球样品的表征研究来揭示原生碳像的晶体结构是可行的 我们知道很多重大的科学发现都依赖于先进的表征分析 比如1991年纳米碳管的发现 以及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准经的发现 都依赖于先进的显微分析表征 那么我们团队基于多年的分析表征经验 针对获得的宝贵的长河五号月壤样品 依据扫描拉曼联用技术 冷冻调节高角环形岸场像技术等多种技术 精准地确认了月壤中存在少层天然石墨锡 月壤中天然石墨锡的首次发现及机制探究 为研究月球的地质活动和演变历史 以及月球的环境特点提供了新见解 拓宽了对月球复杂矿物组成的认识 为未来的月球探测和月球资源开发 提供了材料科学和无际化学方面的重要参考 据估计星际碳总量中约1.9% 是以石墨锡的形式存在 其形态和性质由特定的形成过程决定 因此由中国科研团队发现的天然石墨锡 其组成和结构特征 还将为星体的地质演化和月球的原位资源利用 提供重要的参考和信息 凤凰卫视十一博陈家龙 长春报道